兩個硬幣乍看之下 一模一樣都是五百塊錢 但價值差了十倍 因為一個來自日本 一個來自南韓 日本東京有湯屋老闆 屬前是發現 眾多五百日元中 竟然混雜了韓幣 仔細看下方用韓文 刻上韓國銀行 五百日元約合台幣 一百零六元 但五百韓幣 只等於十一元新台幣 即便價差十倍 但直徑重量 幾乎複製貼上 收錢時很容易搞混 其實不止五百元硬幣 就連幣值一百元 也很相似 一日本奴隙꾼 購物銀索得 順利索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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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後來仔細看 一句 中文章 積結 該拿回二十一元 卻只拿到兩塊錢 當然不是滋味 過去還有日本大阪的 章魚燒店老闆 收下六百日元 裡頭混的不是韓幣 而是金屬電片 同樣樓空的設計 企圖雲目混珠 隨著國際觀光客增加 日韓硬幣相似的問題 再度為業者帶來困擾 觀光客到日韓旅遊 記得有空檢查手上的零錢 到底來自哪裡 三立新聞雙不倒